这辆轿车突然掉头 反倒逆行 快速驶离 焦景随后开车跟了上去 车辆比较少 车速都非常快 我们怕造成更严重的交通事故 然后我们警车打着警灯 尾随其后 为了意思提醒其他的车辆 避让这台车辆 焦景滕晓东通过喊话器喊话 但是这辆车的司机却不予理睬 何晓东立刻开车一路跟随 在一个路口 这辆车出现了故障 司机竟然弃车 沿一条小路继续逃跑 随后何晓东也下车追了上去 那名司机挺能跑的 两人足足跑了三公里 最终那名司机先跑不动了 快快快 司机韩蒙说自己以前练过跑步 还以为这次能发挥自身优势 过过警察的检查 这个驾驶员自己讲 他原来是部队的复员兵 在部队当中也练过短跑和中长跑 感觉一般人追不上他 但是我跟他讲了 我说我也是部队转业的 在部队以前也是搞中长跑 然后驾驶员也说 如果短跑的话 他指定比我跑得快 但是长跑略迅游 你以为韩蒙只是对跑步有信心吗 那就错了 韩蒙还对他开车的技术 相当有信心 据韩蒙对他压根就没有驾驶证 这车是从朋友那儿借来的 当晚他和几个朋友喝完酒 酒后感觉没什么事 便自告奋用要开车 反正锤子锤十秒多 你正常锤就没有事 现在是117 要不正常锤压是80 就跟我那姐姐 令韩蒙没想到的是 在胡家的路上居然碰到了交警检查 他心里一慌掉头就跑 结果因为开车技术不过关 离合器没完全松开 导致离合器骗烧毁 车开不动了之后又下车跑 结果没能跑得交警 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 拘留15日罚款2000元 因为驾驶员韩蒙醉酒驾驶机动车 我们将血样结果出来之后 移交司法机会